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斗波丧琼中,一眨眼的功夫 校园就穿上婚服要有人成婚了 而且还带忙的问对方是哪位啊 值得要进洞房了 就算是儒化姐也怕谁跑不掉了吧 先开盖头后,果不其然是纳兰燕燃 而且纳兰燕燃还对校园百亿百顺 一副小脚一人的样子 都说大家一脸懵逼 就是校园也是一脸懵逼 再打个斗的功夫可不得了 连娃都有了,而且医生就是四五个 稀里糊涂就血装跌了 纳兰燕燃与校园不是有三件之约 是校园的大仇人吗 怎么会在这里习近年里成为一家人的呢 原来是在玄众池中 校园不愿意将灵魂出卖给红蜜生 红蜜生为了蛊惑校园 让校园进入了幻境 校园在幻境中如愿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不过让小便纳闷的是 红蜜生的幻境能够让校园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可即使纳兰燕燃穿上婚服的样子 确实挺漂亮 难道在校园的心里 仍然对纳兰燕燃不死心吗 一般训愿放在哪里 这样的剧情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了解更多咨询 请点击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